特地將花盆倒放過來 就怕下雨天成為助長 登革熱疫情的幫凶 環保局人員仔細檢查 不放過社區內的任何角落 對著容器 要把隱藏在內的解決幼蟲 都給叫出來 避免登革熱疫情持續擴散 全體總動員突襲各個角落的 積水地板 拿著手電筒一照 解決又從無所遁形 警察人員立刻拿試管進行檢測 才發現仁德區這一處建築工地 插點成為疫情破口 地上不但有大量積水 廢棄的瓶罐內 也都檢出有陽性解決 插點害工人染上登革熱 其中三處工地並查獲解決 本局也依建築法58條熱門提供 並要求立即加強環境打草及資訊 命定於一週後復查 合格後使得復工 公務局突襲檢查 竟然發現有三處工地都出現陽性解決 立刻勒令停工 因為這個地點也在病例最多的仁德區 市長黃偉哲假日也沒得先 帶著同仁一起投入清消作業 對著排水溝倒入滅文利器 因為才剛下過大雨 所有的滋青作業都得全部重來 滅文大隊趕進度 避免大雨害防疫工作右邊一場空 政府與民眾同心協力 面對疫情主動出擊 防止登革熱疫情持續蔓延 近新聞 中華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